你这是干什么 韩小姐 对不住啊 我们在找东西 找到以后我们就做 找什么 瞧瞧你们给我弄的 你放心 找到东西以后 我们会恢复原样的 这地里有什么 你们到底找什么 韩小姐 不清楚吗 我不清楚 我当然不清楚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不是怀疑你啊 怀疑我就直说 杨仁杰 带你这些人 赶紧给我滚 冷静 你们家钱之风的笔迹 你应该认识吧 字太小了 看不清楚 好 那我就给您老人家念念 东西就藏在我家院内树下 七点钟方向 请自取 老钱 说有东西藏在那树下 所以 那我们要挖出来看看 是什么 这是老钱写的 千真万确 怎么到你手里了 我老大有同藏 就隐藏在咱们这儿 这本书 就是他们相互传递消息用的 当然 从老钱的口气 看得出 他可能是被要挟的 他还特意强调 老老千万不要伤害你和孩子 至于以后怎么样 那得要把这东西挖出了以后 把人抓到才能知道 好 你们挖吧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要是什么都挖不出来 别怪我翻脸 好 挖 千志峰 并不担心杨仁杰会错过书里面那行小字 也不担心 他会怀疑纸条上的内容 这个计划 只有一个环节没有把握 就是杨仁杰 是不是会拿着那本三民主义 去挖地三尺 千志峰相信韩采义 也知道 以他的个性 如果不说清楚缘由 是不会由着行动队的人 在自家的院子里乱挖的 但韩采义 能否领回自己的意图 在保护自己的同时 将那本三民主义拿到手呢 失忆之词 千志峰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 等待 是 队长 湿面没发现 再给我往生了吧 王 仔细打扰 队长 不能再挖了 再挖都能打紧 陈志峰要藏点东西 不用挖这么深吧 咱们是不是让他给耍了 韩小姐 陈志峰藏了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你们不是喜欢挖吗 接着挖呀 我也想开了 正好明年我想让陈妈 在院子里种点蔬菜水果呢 你们就当帮我松土了吧 算了 走 别走啊 还没挖完呢 对不起 韩小姐打扰了 这是我家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啊 我在例行公事 你答应我的 给我恢复原样 好 过两天我派人来 不行 就得现在 要不谁都别想走 你给我让开 你推我 你敢欺负我 给我 不给 给我 我不给 杨人姐 你个王八蛋 你看老钱落难了 你就这么落尽下尸吗 你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你竟然敢打我 你欺负我 我现在就跟我姐夫打电话 告诉他你欺负我 收队 杨人姐 你别走啊 原来什么样 你就跟我恢复成什么样 你以为你走了就完了吗 杨人姐 你带着这么多人来欺负我 你个王八蛋 我让我姐夫杀了你 太太太太 你没事吧 你怎么出来了 快看着孩子去 好好好 有人姐姐给我回来 队长 你说他韩采姨牛什么牛啊 他不就仗着自己是站长的小姨子吗 看他当着寡妇还牛什么牛 少废话 我过去 Ocean 叫我 田中 海 叫宝宝不怕 妈妈把坏人都赶跑了 后两天爸爸就回来了 我们什么都不怕 哥长 哥长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觉得冤枉 你那什么吴老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认识吴老大 我好不认识吴老大 吴老大在咱们站里的同伙 就是你 证据确处 你没法队 证据 什么证据 钱志峰已经招了 那天晚上杀害胡秘书女儿的第三个人 就是你 我不在 我不在 哥长 那天晚上我去看电影了 你看的是乱世佳人 是吧 是 我去看过了 很好看 但是他不是 大腿和女儿的胸部 是美国精神 这些你一点都不记住 是 我是 太太 我 那 我 我 感谢观看